印尼公开赛落幕之后,一直到月底举行的南京市锦赛之前,没有太过高级的赛事出现,仅有两战500级的公开赛,将要在这期间举行。 其中泰国公开赛就将在明日开打,进行首轮比赛的较量,从这次泰国公开赛参赛名单来看,世界各国仅基本派出了非主力,或者是部分主力阵容参赛,并没有像之前的印尼公开赛那样派出全主力阵容参赛,而是雪藏了大部分主力为月底举行的市锦赛做准备,十与七国语除蓝丹之外,基本派出了非主力阵容参赛。 从参赛名单来看,雪藏了大部分主力来备战月底举行的南京市锦赛,所以说本次公开赛国语将以练兵为主,对冠军的渴求并不是很强,主要还是希望能给小将们增加更多的大赛经验,增加其在大赛上的抗压能力。 高仿杰女单由希望之心高仿杰领衔,带领陈晓鑫、张义曼和蔡妍妍四位小花出战。 这些选手将在比赛中挑战山口西等一系列世界顶尖球手,希望他们能够给我们带领惊喜。 男双国语派出了三队组合出战,欧恒一搭档任祥宇,韩成凯搭档周浩东,许久不见得柴镖将搭档王格康。 女双国语派出了汤金华与小韩,郑宇曹同威,董文静逢学尹三队组合参赛。 混双则是卢凯陈璐,任祥与汤金华两队组合出战,是五项中国语参赛选手最少的一个项目。 陈龙,而在南丹赛场,中国语,则派出了两大世界冠军参赛。 陈龙岭,贤家上时与其,乔斌,黄于祥,陆光祖共五人参赛,除林丹之外,这已经是国语在南丹上的最强阵容。 其中陈龙作为奥运会冠军国语的关键人物,将在本次比赛对冠军发起冲击, 立主在本次公开赛夺得冠军,一扫之前连续一轮游的阴霾,陈龙李宗伟和陶田贤斗等劲敌都没有参加本次公开赛。 印度伊格斯比坎特作为夺冠热门,将成为陈龙夺冠路上的最大对手。 陈龙在之前的马来西亚公开赛和伊尼公开赛中连续遭遇一轮游, 再加上陈龙在团体赛中差劲的表现,这位世界一流球手,也被网友戏称,唯有时以来最水的奥运冠军。 林丹虽然连续两次在世界大赛中一轮游,但陈龙仍然没有放弃, 他将在本次的泰国公开赛中再度冲冠终止一轮游的惨剧, 希望这位曾经的奥运冠军,不要再让球迷们失望,在这次比赛中打出世界冠军应该有的水准, 帮助国与顺利的夺得南丹冠军,为后面开始的南京市锦赛做足准备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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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移軟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